找到你想要的首档之后呢 可以从这里下载你所需要的解析度 如果你需要的档案不是很大的话 可以在这边直接复制也是OK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Remove In Me Background的云端服务 来做去备的动作 这个效果其实是很不错的 就可以直接从这里下载 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Photopee的线上编辑器 它拥有跟Photoshop一样的编辑功能 首先我们可以搭配物件选择的功能 把我们首要选取的物件先框选 它会自动帮我们判断主体物件在哪边 如果像现在这样有多出来的 我们可以搭配比如说魔术办 或其他的选取工具的减选 再将这些部分取消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不错的 品上的选取效果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复制 跟接上的动作 这样我们的人物就抓出来了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下面背景图的部分 它也跟Photoshop一样 我们可以使用内容感知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填满的动作 首先我们先找回刚才的选取范围 你可以点到刚刚贴上去的具备图层 按下Ctrl键点减缩缩图 这样就可以找回刚才的选取范围 接着我们把这个选取范围先扩张一些 接着我们再点选到背景图 找到编辑减满选择内容意识 这地方其实就是Photoshop里面的内容感知 按下OK之后它会需要一点时间运算 完成之后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具备的效果已经相当不错 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可以先取消选取区 我们可以使用纺织印章 配合适当的语画笔刷跟它的大小 按住Alt键 先定音好要纺织的区域 接着就可以用涂抹的方式 将它涂抹到我们想要覆盖的影像上面 这样我们就能够分别取得已经具备的影像图档 把它储存为PNG的透明图 接着再把背景图也用相同方式输出 现在我们可以先把背景图放进来 把它设为背景 接着我们可以再把刚刚具备好的图像调进来 将它设定为G3自有骨架演员 进入后它会自动开骨头编辑系 接着我们就可以将骨头的部分 按照人体的结构加入这些骨架 如果已经到了末端项头的地方 我们可以按下滑鼠的右键就能够停止 接着再回到原本的地方 再接着继续把其他的骨架完成 在这地方一样按下滑鼠右键 完成之后你可以按下预览 先试看看 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先再按一下预览 重新回来做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假设你觉得整个都不大OK的话 也可以按下重置 就能够把骨架新掉 重新再来一次 当你把骨架都完成设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退出组合模式 回到最外部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点到你的角色 按下2D动作关键格编辑系 选择好你要调整的骨头 接着我们可以配合时间轴 开始动作 在第一个银格 我们先往后退 退到20个银格 假设我想要把手举起来 我就拉动一下 那么他这边就会散见关键银格 我们中间的普通动画 就会完成了 其余的动作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想要他跳起来 脚再拉上来 可以 这样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就会有举手加上脚抬高 身体跳起来的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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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